想要进卧房 房里的衣服整齐挂好 也挂满了 只剩一人进出空间 连天天得睡的床都看不见 阿嬷 你睡得了吗 睡这床 睡这床吗 睡这床 你睡得了吗 他必须要侧着身 然后卷着身体这样才能够睡 那因为使用的空间有限 所以他只要一离开那个床 他就要把东西再放回去 他才有空间可以走路出来 六十多年屋林的两层砖造房 八十六岁阿嬷自己居住 家里堆满常年囤积物品 慈激志工关怀他长达五年 终于取得同意 我们修理厨 要来看 要书坐来 告诉我来给你换 肯定没来的吗 没来的吗 要拿起来的 太好了 志工很尊重他 每样物品都经他确认才处理 这五大橘色的标签 都是他要留下来的 阿嬷习物舍不得丢 但满屋的物品已经造成困扰 对他的行动也成了障碍 就连二楼也都堆满满 逐层经理逐项确认 将近五十名志工出动 又搬又刷 让地板重见光明 卧室的床也终于像张床了 很开心 能够帮他解决一些东西 也帮我们解决一些东西 不然到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次来到穿在困扰里面 非常感谢 可以把他这个困扰改善 这也很好 清掉满屋的牵挂 亲友就不需担心 阿嬷居住安全 而阿嬷缺乏安全感 志工将会持续陪伴 让他不孤单 大安新闻台南组合报导 阿嬷